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深探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主题是香港的经济状况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反而有点像是吃了过期的泡面 让人心情不太好 不过这对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来说 却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机会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 港口活动与土地价格的暴跌 使得LME开始关注香港这个金融枢纽的仓库 香港的便利性无法忽视 虽然中国大陆的监管机构更偏爱本土市场的仓储网络 但如果LME能在香港设立仓库 将会让中国的买家更方便地参与金属市场 香港的经济下滑虽然令人担忧 但也为仓储提供了意外的空间与机会 不过 这一切的背后 是香港在面对经济增长放缓 和大陆竞争对手威胁下拼命寻找生机的现实 大家想想 这场经济游戏中 香港能否逆转局势 找到自己的位置 让我们拭目以待 毕竟谁不想在金属市场上大展拳脚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哈哈 伙计们 今天咱们聊聊香港经济的那些酸甜苦辣 哎呀 这就跟你突然发现 你的爱豆竟然有跟你不知道的恋情一样 心情复杂吧 不过 话说回来 这个对于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来说还真可能是个小小的甜点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哈哈 来自路透社的消息 说是香港的港口活动和土地价格都跌得不行了 哎 这就有点像是你心爱的智能手机 突然坏掉了 心痛啊 不过转过来 伦敦金属交易所却开始把目光放在这座金融枢纽的仓库上 哇 这个转折也太大了吧 就像你每天早上醒来都希望再多赖几分钟床 结果闹钟直接坏了 哈哈 意外的惊喜 报道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可能在年底前批准在香港的金属仓处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在疫苗排队时突然被告知可以提前打针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英国老牌交易所 其实对在中国大陆附近设仓一直是心心念念的 毕竟那儿可是金主爸爸的家呀 十多年前 香港交易所收购 LME时就打过这种如意算盘 想着在中国大陆开仓 可是未来的锦绣大道 理想很美好 现实却有点像那啥 流星化过 眨眼即逝 瞧瞧吧 LME在中国的进展 还真像是想减肥 却总是忍不住半夜开冰箱的你 艰难啊 中国的监管机构 更是偏爱本土的仓储网络 就像是老妈总是认为 自家菜市场的菜 就是比超市的新鲜一样 比如说广州期货交易所 专注于锂碳酸盐 那可是电动车电池的关键呀 截至8月底 中国在LME的库存仅占1五分之一 这就像是你在拼吃到饱的自助餐 结果还剩下大半一样 令人遗憾 香港的便利性还是无法忽视的 毕竟比起台湾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LME仓库 香港的地理位置 那是相当理想 这就像是你买机票 能直飞 当然不想转机吗 那些地方的金属 经过海外运输 才能送到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真是麻烦死了 而且在五月底 居然有45%的LME都在那里 这真是让人惊讶的 下巴都要掉了 话说回来 香港的经济下滑 就像是你心爱的手机 不小心掉进马桶里 真是让人无语 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 比疫情前下降了三分之一 想想都替他捏把汗 这趋势可能还会继续 因为竞争对手的运输中心 也在不断升级 这样一来 香港就有了 可以开设临时仓储的空间 能让人不哭出来 已经不错了 哈哈 意外之喜 意外之喜 如果能在海边设立仓库 那么当地物流公司 就能像是超人一样 迅速为客户提供服务 LME也能在寻找 更靠近中国边界的 长期仓储地点时 稍微松口气 之前那高得下死人的房价 让人根本无法找到 负担得起的仓储空间 现在可算是 有了点喘息的机会 不过 香港在经济增长放缓 和生意 被大陆竞争对手 抢走的情况下 拼命寻找机会 这就像是一个 被前男友抛弃的女子 努力让自己活得更精彩一样 虽然不是什么理想的状况 但也只能接受现实 香港的魅力 一直在于 能够接触到更大 更不透明的中国市场 虽然第二名 不如第一名光荣 但嘿 朋友 对于任何金属交易商来说 能拿到一点银牌 总比拿到铜牌好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就一起期待 香港能在这场经济的游戏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吧 毕竟 谁不想在金属市场上 大展拳脚呢 希望香港能向那只逆袭的小强 击败那些艰难和挑战 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加油 香港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其器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其器 香港的经济困境 对于伦敦金属交易所来说 确实是一个机会 随着香港港口活动的减少 和土地价格的下跌 LME 可以更容易地进入这个市场 吸引中国买家 并提供更便捷的仓储服务 这对于香港来说 也不是为一种经济的转机 毕竟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业务进驻 楚天书 我可不认同哦 香港经济不景气 真的不值得庆祝 这就像在自己家房子漏水时 却为雨水可以冲洗车子而高兴一样 伦敦金属交易所可能是占了点便宜 但这只是在经济危机的缝隙中减便宜 香港的问题是结构性的 而不是仓储设施不足这么简单 谢其器 我明白你的担忧 但这也给香港提供了 重新定位自己经济角色的契机 就像古罗马在面临危机时 能够重整军备 香港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调整经济结构 发展为一个更具弹性的金融和物流中心 不仅仅是减个便宜 而是重新塑造自己的地位 重塑经济角色 谈何容易 别忘了 香港面对的竞争不仅来自国际 还有强大的中国内地市场 相比之下 LME在中国推广其仓储设施已经多次碰壁 这就是香港此时的缩影 别把一时的地价下跌 当作长期的经济良方 这可不是打开宝藏的钥匙 而是给沉船找个浮沫罢了 将沉船比作浮沫 谢其器 你可真是幽默呢 但我认为香港 仍具有无可替代的地缘优势 就像《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巧用地理优势获胜 香港也可以利用其 作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这一独特地位 即便面临挑战 港口和物流的优势 依旧是不可忽视的 这是长期价值所在 地缘优势确实重要 但在全球化的今天 角色转变需要的 不仅仅是地理位置 就像《红楼梦》 李王熙凤需要的 不仅是聪明才智 还得有稳固的家族地位和资源 香港需要的是政策的支持 和经济政策的调整 而不是单靠地理优势 在风暴中漂泊 光是位置好可撑不住船的 楚天书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